俄罗斯新型舰艇计划中途更换中国制造 到底是什么原因 俄罗斯专家表示 与中国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对像飞机汽车这些钢筋铁骨的大家伙来说 动力系统无疑是最核心的东西 舰艇也一样 而发动机问题成了中国制造的心脏病 当时我国大中型传播的发动机 大多数都要依赖国外进口 随着近千年的发展 我国自主研发的国产传用发动机 开始渐渐展露头角 很多产品也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性能更是得到用户的一致认可 可最近 由一国的新型战舰换用了中国新 据报道 俄罗斯建造的第八艘21631级小型导弹舰 硬鼓10号在6月11号下水 该舰的动力装置就是由中国提供的 CHD622型产油发动机 而需要强调的是 该型舰艇并非首次使用中国制造 据知情人士透露 第六七艘该型导弹艇 均使用了中国产的柴油发动机 而且从服役情况来看 运行状况良好 性能甚至优异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一共决定建造的 21631级小型导弹舰为12艘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四艘都将采用中国新 之所以中途更换发动机 除开新能问题 还在于之前几艘用的 德国制造因为制裁问题被迫断供 不过从俄妹的报道中 也不难发现这款中国新 还是很得俄罗斯人满意的 称该型发动机填补了 3500千瓦以上 高速柴油机动力的空白 既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柴油发动机之一 也是目前世界上 油耗最低的柴油机之一 就如同很多网友的感慨一样 如今的中俄工业实力对比 真的可以用30年河东 30年河西来形容 中国很多军事领域 已经不弱于俄罗斯 甚至在某几个领域还要更胜一筹 更为重要的是 像CHD-622型产油发动机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 俄罗斯专家卡申就曾表示 中俄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在微电子元件方面 俄罗斯同样需要中国提供帮助 而俄罗斯也将积极参与 与中国的各种航天计划 讨议俄罗斯专家은 张叹与コーヒי 好 金 字幕志愿者 神 学